姚這五星旗抗爭 真的算是一種罪嗎 有民進黨立委提案修法 若是別國境內 禁止使用我國國旗 我國也不准該國國旗出現 換句話說 街頭上只要有人拿著五星旗 都算是違法 如果在中國境內 他也不准懸掛我們的國旗 那我們應該要採取 對等的原則 在我們的境內 我們也可以限制他 不只姚文志 有網友也在網路平台提案 要禁止五星旗 在臺灣公開展示 不過法務部 以違反憲法言論自由 直接打臉 民眾說民主國家 若連妻子都禁止 實在太扯 他們限制那是他們限制 那我們臺灣強調的是民主主義 那如果連這個也被限制的話 那我們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就拿五星旗沒有影響到別人的話 我覺得這個自由不應該要限制 言論自由並不是說不可限制 而是說要有一個限制 他的正當化自由 你說要禁止這個五星旗 這件事情的話 很顯然其實對言論自由 是一個衝擊 過去獨派團體 每次抗爭 動輒焚燒中華民國國旗 泄憤 也沒看到民進黨立委 有半句踏伐 侮辱自家國旗沒關係 但搖著別國國旗 卻要被算帳 民進黨兩套標準 實在讓人無所適從 記者潘建人 顧商軍台北報導 提到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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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